我再看一次 宋楚瑜參選會吸走蔡英文的票 結果 國民黨說宋楚瑜如果不選總統 我們就不會罵他 怪 再看 我覺得現在郁慕明比較像民進黨 說百萬連署聽宋嗎 郁慕明說你名證給我拿出來 你可能連五十萬都拿不出來 那不是在幫民進黨嗎 請教你 這個就你跟去年五都選舉 楊秋昕出來算會優到單局的票 同樣的秋範嘛 當時大家也說 你楊秋昕出來優到單局的票 所以黃照順會贏 這個綠色 結果屬實證明 從投票結果來證明 楊秋昕是優到什麼人的票 是優到國民黨的票嘛 所以你現在相信 你覺得宋楚瑜會優到賺他們的票嗎 這個邏輯很簡單 最近在罵宋楚瑜罵得很兇的是誰 是 是哪一些媒體 是那些長期跟國民黨比較好的媒體 每天在賣宋楚瑜嘛 照三圍在練嘛 不會出獎 不會出獎 連那天陳志忠解除市議員 我本來以為說這個節目 會不會兩點鐘 結果沒有 還有半一點鐘還不會送錯路 一天沒賣真的會辛苦 是 那他們沒為什麽 就是怕英雄馬英九的選情 每天都沒喝水 對啊 他們就怕英雄馬英九的選情嘛 所以我也不敢講說 這個民調是假民調 但是這個民調看起來真的是很奇怪 如果照這個民調的邏輯 這樣子來推演下去的話 我同意許老師講 國民黨你現在不只要幫宋楚瑜聯手 連署 你還要贊助他競選經費 拿個兩億 拜託趕出來選 兩億不夠五億拿去 拿去選 多優一些賺英文的票 這樣馬英九就都會選就贏了 馬英九有時候要去回家嗎 是 你看最近馬英九在四個月的表現 你就知道說 這個人選情告急 如果宋楚瑜出來選 真的影響蔡英文的票 馬英九需要選情告急嗎 所以我覺得我根本不用去相信 這些所謂的民調 因為照選民的投票行為 你來看到 宋楚瑜的票會選民 是比較支持國民黨 是比較支持民進黨 我相信這邊做民調 所以你用一般的上司去判斷 你就知道會投送出入的票 當然是比較支持國民黨的嘛 所以他出來選會叫什麼人的票 絕對是叫馬英九的票 所以我覺得 新黨這兩天這樣子出來 當然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新黨怎麼樣怎麼樣 我倒是覺得 玉木銘講出馬英九心底的話 所以大家要説理 國親新本來就一家人 馬英九想要通意 他不敢說 玉木銘拿他講 玉木銘這家厲害 他是把深藍的票 從宋楚瑜那邊全部拿光 你說我要比深藍 我新黨最藍 我主張統一 那你們就不用支持宋楚瑜 來支持國民黨 這樣一起 所以玉木銘也看到就是說 宋楚瑜如果出來選 一定是馬英九想當党 所以他不知最近兩天動作這麼大 是 不過選真的也要選一位節儉的好總統 這個真的就夠節儉了 馬總統 8月20號 他是馬總統跟他的夫人 周美青的結婚週年紀念日 馬總統特別回憶 新婚的時候生活很簡樸 新居就是學生宿舍 周美青的姐姐送了他兩床博貝 他一用就是34年 到現在還在用 而且冬暖夏涼 郭忠祥 這個麵皮是什麼白的 我還要用34當 34年前的麵皮 那裡是麵的 不是太空貝 那時候沒有太空貝 如果說他有辦法割到現在 我們實在是瞭不開 但是他做企長 做部長做企長 做總統的薪水 還是說 真是沒辦法換錢那麵皮嗎 對 我實在我相信 周美青有錢 那麵皮跟這種地坊嗎 紅阿母一定 沒辦法做企長 沒有辦法割到一樣 沒有 我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相信 多數人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生活經驗 34年前的麵皮 不是太空皮 也不是羊毛皮 裡面真的是麵 裡面真的是麵 是他們在看古典 麵絮圓 一般用彈的 對 那個皮 不要說割34年 割10年 大家沒人會割 那個蓋上去 麵皮會燈去 燈去 到最後是燈焦焦 對 燈焦焦之後 你割不燙 老實說 我說10年就割不燙了 如果34年後 我現在那個麵皮變成榻榻米 哪有可能現在要割呢 請教俊兄 你怎麼知道我講的意思 你怎麼有這個生活體驗 我知道 但是很簡單 麵絮圓 他常常要表演這種東西 他以前也說 他一邊 什麼人家人送的 割20幾年 他現在說他這輩子割30幾年 說就好 這輩子割30幾年 麵絮也割30幾年 都30幾年 他主要就是要表達說 他也是很平民化 很輕輕 都跟我們一樣 但是 你要想 麵絮圓 現金就補1000萬 補6千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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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去的生活 你過去的背景 你用這種的東西 他不是說他節儉 他不是說他沒資產 沒錯 但是 但是我們要想 我說一個人 有這個東西 看出這個人的個性 交情 你看他怎麼這麼好 我有拜託民進黨 替我經理 馬英雄做總統以來 就每天有剩下 他有好的 好四十幾年 好 做三年 每個月就好 好 好幾次 四十幾次 四十幾次 我請給我經理出來 媒體有報道到 他就眼睛紅 還是地面塞 好四十幾年 是 定義做總統每個月好 這種矯情的人 我相信就反映在他的個性上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不是在造神 請教許老師 洪毅 剛才俊憲說是矯情 可是我的感覺 他是把人民當百次 造神 洪毅現在是什麼時代 你一個棉被睡三十四年 你要感動誰 你要跟大家講說 我這樣做台灣人民做得比較好 還是說大家 你現在生活過不好 都不要抱怨 總統棉被都睡三十四年 你有什麼好抱怨的 洪毅你剛才講 表三十幾年 求鞋是怎樣 補了再破 補了三次 補了三次還送去那邊 洪毅之前還有訪問那個什麼 幫他補鞋的 我的意思是說造神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覺得這樣子老百姓會相信 我相信搞不好有人相信 可是大部分老百姓會相信嗎 而且你當決這有用 拿出來講 洪毅我覺得他把老百姓當白痴 把民眾當白痴 我這樣跟你講 你就會覺得我是蔣英國在世 洪毅蔣英國在世 重點不是簡樸 重點是蔣英國有能力把事情做好 那個宋鼠一出來 大家都覺得誰比較有能力 宋鼠一比較有能力 誰比較像蔣英國 宋鼠一比較像蔣英國 學蔣英國 不是要比棉被誰睡得久 洪毅我覺得這個 然後又在臉書上寫 然後又要跟他太太談恩愛 然後我知道選舉很多 真榮要做這個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能去騙他 歐巴馬會說我跟我太太棉被 睡三十四年沒換嗎 你覺得美國人會感動嗎 美國人會覺得這個總統把我們當白痴 這個總統腦袋有問題 是 徐老師 徐老師不知道 馬英九不是騙台灣老闆 馬英九公益棉被這三十四年沒換 是要跟他送出於臂 送出於他們家 那扁所有門派去也沒收利 兩人在BJ 沒收利 兩人在BJ 我說這就是什麼 我認為最主要是反映在同一個心態 他們那種心態 為什麼 除了馬英九跟宋楚瑜 有一種例子出來 讓我們說不可適的例子出來 你覺得白的政治人物這麼會這樣 我說這才是後面 他們在想這個 他們到底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什麼 這還給我想到道光皇帝 那滿朝的 冬去抹衣 抹衣 抹衣 抹衣所變鬼 我為什麼說這個 那就是他們的思綜 開始 從頭開始就是這樣的情況 他認為這個 好像是沒有想說 國家需要這種冬度假 我們 冬度假應該做的事情是這個 剛才許老師說得很對 我們台灣老闆 現在不願望的冬度假是什麼特質 但是他跟我們脫節 整個脫節了 所以才會出來說 做一個還會有效 我 他怎麼知道 他的大冬去買房子 就買三億塊 我怎麼知道 麵皮到三十四年 他不知道他的大冬要三億塊 要十幾個車位 一個馬克杯都不能收 這都一樣 這種話說得沒話說 但是我想想想看 大家要給我想看看 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什麼 這種思維模式 對於我們台灣來說 那是什麼 是一種笑話 我不只是給他看 這個 對什麼 所謂的 跟社會脫節或什麼 我認為是一個笑話 尤其 你想想看 他們這種想法是什麼 這種想法是 我說 以前的說 清官最害人就是這種想法 你知道 他認為 他要做什麼 位之君 位之父 做這種 要來通敵我們老百姓 他不是為我們老百姓的想法 來做這個 做這個